泰塔尼克浩 这个电影我想你们一定看过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船上是否有中国人 如果有他们是谁 为什么他们要乘坐泰塔尼克浩 他们后来获救了吗 还是他们都遇难了 遇难的意思是非正常情况下的死亡 比如 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中 132人遇难了 在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中 132人遇难了 在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中 132人遇难了 这次空难中 有很多人遇难了 这次空难中 有很多人遇难了 这次空难中 有很多人遇难了 如果他们都获救了 后来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个问题 是否船上有中国人 是的 船上一共有八名中国人 这是泰塔尼克号外国人登船的名单 在名单中有八名中国人 职业是水手 但是他们不是泰塔尼克号的水手 他们是乘客 在三等船 他们的名字叫 第二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称作泰塔尼克号 让我们回到1912年的英国 当时的英国煤炭工人罢工 所有的欧洲航线都中断 航线的意思是船和飞机所走的路线 因此这些中国水手不能继续在欧洲工作 他们的公司想让他们去美国 继续工作 去安妮塔号继续工作 安妮塔号是水果船 专门运输水果的船 它的航线是美国和古巴 而当时从英国去美国 唯一的方法就是乘坐泰塔尼克号 所以他们乘坐了泰塔尼克号 第三个问题 这八个中国人获救了吗 有六个中国人获救 两个中国人遇难了 获救的六个中国人 分别是雅琳 中杰 李炳 灵喜和方郎 其中四个人直接登上了救生艇 救生艇的意思是大船上的小船 当大船发生事故时 人们可以乘坐小船逃命 另外四个人 跳入了大海 其中两人遇难 一个人游向了救生艇 另一个人也就是方郎 在泰塔尼克号沉没的两个小时后 被一个返回的救生艇找到 他也因此获救 当时船上有33名保加利亚人 和49名匈牙利人 全部遇难 而八名中国人中有六个人获救 为什么 报纸说 这些中国人为了登上救生艇 为了获救 把自己伪装成女人 伪装的意思就是改变真实的样子 比如 我们伪装了自己 所以敌人没有发现 我们伪装了自己 所以敌人没有发现 我们伪装了自己 所以敌人没有发现 这只蝴蝶把自己伪装成了树叶 这只蝴蝶 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 还有的报纸说 这些中国人 藏在救生艇的座位下面 我们坐了一个救生艇 和泰塔尼克号上的救生艇一样尺寸 我们想知道 是否有人可以藏在救生艇的座位下面 很明显 如果有人藏在座位下面 是一定会被发现的 所以不可能藏在座位下面 那他们是否会为了登上救生艇 而伪装成女人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泰塔尼克号上 这是他们当时乘坐的船舱 三等舱 我们可以看到三等舱的位置靠近船头 如果船头撞击冰山的话 他们应该是最先感觉到 尽管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作为水手的身份 他们一定知道出事了 出事的意思是发生了不好的事 比如 看见你哭了 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看见你哭了 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看见你哭了 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昨晚我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他告诉我 公司出事了 昨晚我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他告诉我 公司出事了 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 于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当他们看到船上的工作人员时 他们被告知 马上去甲板 船头撞击冰山后 船头开始进水 所以船头下沉 船尾升高 人们为了离大海远一点 选择跑去船尾 因为他们是水手 更加了解轮船 他们知道船上的救生艇在船头 所以他们选择了和其他人相反的方向 他们去了船头 船头 左右都有救生艇 左侧的救生艇确实仅限女人和儿童 仅限的意思是只能是 就是只有女人和儿童可以上救生艇 但是右侧是妇女和儿童优先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妇女和儿童救生艇 还有空位的话 男人也可以登上救生艇 伊斯梅 当时的泰塔尼克号公司的老板 他和那四个中国人一起 登上了右侧的救生艇 根据他在法院的证言 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上救生艇的人 换句话说 在他上救生艇之前 救生艇还有空位 那么这四个中国人并不需要伪装成女人 他们只比伊斯梅早一步上了救生艇而已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影片 我们将讲一下 这六个中国人下船后的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 别忘了订阅 下期见